云林县为国内毛巾主要产地,为推广油脂毛巾。 本周六日举办胡伟毛巾节,记者陈雅玲摄影分享。 云林县胡伟镇毛巾产量占全排八成,十多年前受大陆廉价毛巾倾销,产值一度从25亿跌至1亿元。 近年政府政策大陆毛巾返清销税,加上业者突破技术与创新产值逐渐回稳。 政公所将在周末举办毛巾节,战兽国产优质毛巾。 民国六十年至八十年曾是国产毛巾的黄金年代,当时云林县毛巾工厂有两百多家建设处复处长正。 台湾区毛巾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旭朱表示,近年包括大陆、热连、印度、越南、德国、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国家的毛巾都销到台湾,国产毛巾产业环境更加浅劲。 张旭朱表示,要突破困境并不容易,他除扩大消费市场,提升生产技术,加快供货速度,也积极强供顶端消费族群。 早年消费者价格至上,但近年观念批贬,品质是第一考量,价格是其次。 业者观念跟不上,还在自欺欺人的话,很容易被市场淘汰。 云林县力推毛巾产业升级,主打MITU纸毛巾。 记者陈雅玲摄影分享。 云林县副县长定业者表示,全国80%毛巾业者涉及在云林县品质产量为全台之官。 稳健的产业实力足以和国际接轨,县府日前参与日本群马献同声市东京国际礼品展及产业合作交流,促成本届胡伟毛巾协设立台日合作毛巾纺织产业同声之胡伟经国际交流展,希望带到毛巾产业提升。 云林本周六日举办胡伟毛巾节,展示优质创新国产毛巾。 记者陈雅玲摄影分享。 胡伟镇长林文斌表示,云林毛巾品质好,价格也公道。 胡伟毛巾节周六周日上午九点半在胡伟镇中郑国小对面毛巾故乡广场登场,现场有在地生产毛巾。 农特产品展示,欢迎民众一起体验国产毛巾的柔软。